至於核四停建公投 今天已經確定是由反核的國民黨立委丁守中來提案 他還說希望能夠爭取跨黨派連署 不過丁守中呢 雖然一直是站在反核的立場 但綠營對於他要出來提案 則是態度不一 有人認為是核 有人則是冷嘲熱諷的說 國民黨是左手打右手 還批評丁守中根本是為了選舉考量 國民黨抛出核四停建公投議題 卻找不到人提案 黨內反核大將丁守中跳出來 同黨立委也很捧場 我會尋求跨黨派的大家共同連署提案 那這樣子的話把它變成一個真正的公民運動 不要有這種政黨對決的意味 提案的這個主文跟理由書 那麼當然現在國民黨智庫在幫忙這個研究 以我們丁守中委員對核四的深入的研究 由他來代表來提案 我覺得我個人是非常支持他 黨的幹部可以連署的話 我一定會連署 不過對於是否加入連署 民進黨立委反應不一 他如果不是不在籍投票的話 我們當然絕對會加入連署 我們希望丁守中是完真的 你今天要讓綠營來支持的話 那麼就請你提出 你是否支持續建核四 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還有在野黨立委質疑這是打假球 是選舉考量 不願誰知其武 套於金庸小說的話 就是左右互搏嘛 左手打右手 那一手左手右手演布袋戲 這玩假的有什麼用 我們幹嘛要成就國民黨 陪國民黨去玩這種打假球的遊戲 現在國民黨有好幾位呢 希望在北北基選市長縣長的呢 都會出來呼籲停建核四 我們覺得他們除了這個停建核四的考量以外 他們有很大的動機是選舉考量 我們支持停建核四呢 但是我們不支持選舉考量 雖說核四停建 因拋開藍綠和政治考量 但朝野缺乏互信 讓攸關全民的議題 最後還是淪為口水 UNTV 林偉旭 李光宜 台北報導 西佩人 台北報導 西佩人 李光宇 林偉旭